中央设计者周永杰亚加达26日专店 在亚加达错纵复杂老社区巷弄中 一家不起眼的法郎 一辆机车和一对可爱的儿女 背后是曾在台湾当过一公苏雅的故事 台湾经验扭转了她的人生 曾在庄立纺织厂工作两年的苏雅 Zaria在台工作期间审吃俭用 工厂包吃包住 两年下来存下日后创业和成家的本钱 很感谢阿公阿妈那时候对我的照顾 苏雅说纺织厂老板的烧心 当初看苏雅一个人离乡背井来台工作 对她很照顾 有好吃的东西常会分给她 身体不适时 雇主也会带她去看病 现在的苏雅日子过得充实 除了帮忙老婆照顾法郎生意 平常也担任小学的校车司机 假日法郎客人较多时 夫妻俩可是整天不得闲 苏雅的太太向记者说 别看这店面小 周末一天会有30多个客人上门 虽然现在已请了两个助理 假日时还是忙不过来 谈到未来的梦想 苏雅计划10年内开设结合婚纱造型的法郎 希望未来亲手帮女儿化上新娘装 Happy Happy Fighting 亚加达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内 罗斯Ross精神抖擞 带领台下学员高喊口号 面对群众台风稳健的她 归宫在台工作经验是最好的磨练 1999年在新竹担任家庭 看货的罗斯照顾年迈的长者 之后在育幼院工作过两年 他很感恩在台工作经验 认为这是锻炼心智 培养日后出国闯荡的企迹 921大地震都经历过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罗斯回想刚来台时就遇到大地震及工作的挑战 他很庆幸上帝给他难得的机会 让他拥有海外工作经验 即使酸甜苦辣都是种成长 离开台湾后不久 罗斯因缘继位前往南韩工作 9年时间练就一口流利韩语 加上自修英语 如今已是雅加达的韩国医疗器材中心的首席讲师 从备客演讲带动唱到推广产品 女强人的专业和自信闲路无疑 又一日咱若老 照无人假咱有效 印尼女仪工丹尼安演唱台语歌 加后要自标准 歌声动人且充满情感 在台湾担任堪货6年 今年1月结束工作返回中兆娃老家的丹尼安 9年斯坡尔 凭着对音乐的热情 目前担任节目活动表演歌手 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 在音乐的过渡里 他一点都不嫌累 在音乐的过渡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